南加州的华人首创626夜市活动 上周末热闹登场 主办单位把原汁原味的台湾夜市美食 搬到主流社区的街头 结果吸引了数千人潮涌入 每个摊位前面都是人挤人反应超热烈 不过由于现场的动线设计不良 等候的时间太长了 也招致了不少抱怨 拥挤 拥挤 还是好挤 天都还没黑 来光626夜市的人潮 就把Pasadina的路段挤得动弹不得 从道地的台湾小吃 到夜市的吊酒瓶游戏 民众反应超热烈 不过每个摊位大排长龙 动辄花一两个小时排队 民众却反应不一 我觉得626夜市来讲的话 好像比较有像美国那种多元化的感觉 不只像台湾的夜市有这种亲切感 不过还有其他很多这些 亚裔的这些不同的文化 本集了 我觉得主办单位可以再把活动场地变得更大 那还有进步的空间 我觉得还不错 不管是车轮饼 碳烤玉米 甚至是大锅炒面 最有台湾味的小吃摊位 统统都来了 业者各个摩拳擦掌 大显身手 要抓住商机 不过不少业者 却因为第一次摆摊 面对络绎不绝的人潮 忙得手忙脚乱 其实在夜市做生意 可是大有学问哦 因为我们讲究都是速度 因为夜市 这么多人 人潮这样子来来去去的话 你必须要 很快地让客人能够吃到东西 要不然客人就跑到下个摊子去了 不仅有好吃的 更有好玩的 夜市现场还可以看到大头罩 做成的玩偶吊饰 以及创意设计的帆布袋 主办单位表示 就是要把原汁原味的夜市文化 搬到美国 很多企业都是第二年代的 第二代代 他们就有一些新的想法 很多我们的企业都是年轻人 二十三十几岁的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 不管几岁的企业出来 就是质量需要高一点 大家都首次举办这样子的大型夜市活动 由于太受欢迎 人数超出预期 因此主办单位也承诺 未来将办更大型的六二六夜市 以上是东西新闻 林敏兴 叶宏志 在洛杉矶的采访